最近时装周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着,不少女星都踏上了时装周的战场,要说让我觉得比较有惊喜,那还要算无心吧? 先来看无心时装周上的造型,一件黑带色的镂空螺旋纹那衣裙可以说非常端庄优雅了,但是微卷的短发加大金门环又让他多了些摩登女郎的赶脚,一双黑色高跟鞋完成了all hey look,只是这一回眸倒让我想起了一个人,丁东,就是奥黛利赫本辣,说起他恐怕是所有人心中的女神吧,大概每个女生都想成为像他这样的女生吧, 简直就是优雅的代名词,而奥黛利赫本塑造过的许多经典形象,也成了女明星争相模仿的典范呢,这次时装周,无心也是解锁了新的造型,卷发到耳边,就让我莫名的想起赫本这张回眸图,无心的优势是他高挺的鼻子,让他的长相能偷住一些偏不美半儿的妆容,再加上这种零碎刘海,还真有种赫本的赶脚,最经典的应该还是杨幂出席嘎那的领结, 实模仿了赫本形象,虽然时间很久了,但不得不说杨幂抓住了模仿赫本的精髓了,先是零碎的额上刘海,后来也被人们称之为赫本头,上条的眼线也是两点,除了这死亡发笔粉,倒是气氛像了,杨幂长相跟赫本有不少相似的地方,看看这张还未出道时的照片,眼睛十分相似, 这些分还露一半额头的刘海,可不是谁都能勾得住啊,只是杨幂的下边轮廓跳远一些,不似赫本那样明显,不过这份灵气早也不是所有女星都能有的,林志玲,也是奥带利赫本的忠实粉丝,早年还拍摄过模仿奥带利赫本的杂志,林志玲,可以说是模仿最接近的了, 虽然志玲姐姐的长相与赫本有些偏差,但这小黑裙加赫本头,也是妥妥的呀,连pose的姿势都一毛一样,是真爱无疑的,神仙姐姐刘亦飞,竟然也有模仿过,没想到吧,同样赫本头加浓妆,不过刘亦飞如果将眼线下拉一点微微翘起,眉毛眉峰上扬一些拉长眉尾,应该会更像一些,但是这种浓妆看起来,并不是和神仙姐姐,还是仙气一点比较美的, BABY则是模仿了很奔在蒂返妮的早餐中的经典一幕,小黑裙加高盘发,项链加狠手套,倒是也有那么一丢丢,赶脚,虽说BABY是混血,但是长相还是有点甜美了,只是服装上有些相似而已,并没有赫本的神韵,说是所有人心中的女神,当然也包括韩国女性,来看看条件会,曾经拍摄过一套,致近奥带利赫本的时尚大片, 模仿了和本经典的芭蕾舞动作,配着这个弹发倒是有那么几分赶脚,只不过朴近慧增加了不少时尚元素,不是一味的模仿,反而看起来更有韧味了, 要说最像的,我个人觉得,原历在百变大咖秀这个当属第一了,并不是长相相似,而是整体的气场眼神最贴切合的,依旧是蒂凡尼的早餐中的形象,原历这个碎刘海,加上挑眼线,可以说是非常到位的,衣服相似度也高达90%,再加上眼神,不行似但神似, 赫本可以说是一直被模仿,从未被超越的典范了,这么多女星争相模仿可见其地位如何,就是不知道大家觉得谁更像一些呢,声明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